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段賽馬深水 來到這個賠率版的環節 選了第五場的四班遷移 稍後有一隻馬我覺得有賠率值得玩 因為我想臨場有兩隻靈麗美麗功力在這裡 也不會太熱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過開始之前 今早在田泰安賭馬的試集 看看資料先 今早在第四組的《黎地1050》集 他試了一隻必先山 一起步 一隻必先山就丟了他下來 然後那隻必先山就自己刺馬 走一個圈回來 事件沒有人受傷 田泰安其實因為很幸運 一出閘跌下來 沒有馬摘到他 立刻起身 沒事 回來還看到他向記者示意 就說沒有問題 沒事 當然啦 明天跑得 不過田泰安 就不時也試集成為主角 剛剛試過上個月也是受傷過 當然是輕傷 希望他也能保持 因為他其實 回來跑之後 他多贏很多馬 贏很多馬 好 回來今次的賽事 今次的賽事 我覺得明晚的馬 爆的場合 應該不是太多 因為我數來數去 我覺得 那些熱門 每一場都有些熱門是穩陣的 我想九場比六場 我覺得那些熱門是穩陣的 但有兩三場有機會爆 亂局 我今次選了第二場 第二場四班千二 因為這隻馬我喜歡 我們看看哪隻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點贊 給點贊 希望一起中 好 看看第五場四班千二 我選了這隻 7號的皇帝英明 我打他打一打 位打打打馬不多 但我也想打 因為這一場 他這個九檔會換到分頭 先看上次的水準 因為上次我做 我很記得拆了三組 上次是拆了三組的四班千二 但是那一場 時間我覺得做得不錯 其實同一一零禮 那一場 時間也做得不錯 只是今次零禮 的檔位 比他出一點 但形勢方面 可以差很遠 先看皇帝英明 上次那組二四七 其實是時間 頭兩段四十六秒六二 沒段拉快到標準時間 快到一線四 即是沒段 頭三名馬做得好 所以其實皇帝英明 在那場的水準 我覺得是不錯 當然零禮也好 但零禮 待會有一個問題 我也會看一看 所以上次的水準 我覺得不差 上次如果看回片 他是第一隻彈出來 第一隻彈出來 出閘 即是什麼呢 其實隻馬的雜雙反應很好 而他排這場的九檔 只要他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 退步 都是保持好的 那些年輕的馬 出閘 保持快 其實今場的九檔 可以很輕易賣到 你看回今場 其實內檔的馬 比如說 二美麗公諒 其實他的前速 現在就留在這七八位跑 接著就是一檔 那隻敬正天下 也是追的 三檔那隻 一隻福音多多 都是流的 即是五六位不快 四檔那隻 還有恆星 這一隻可能快一點 不過他的試襲 其實翻步不算快 五六位左右 五檔那隻 威力飛彈 也是足的 然後六檔 還有這一隻 正氣 清驅不夠快 七檔美滿星雲 除外眼罩 也是在後面 試襲也是在後面追 追得好的 我猜他也是流 八檔最多寬少爺 沒有前速 即是九檔以內 夠他快的馬 其實沒什麼 頂頭是那隻正行星 還有 看看是否美麗公諒 會走前一點 但我想 都未必夠他快 所以黃帝一鳴金波 我喜歡在於 這個九檔 未必 裡面有什麼馬頂他 如果沒有馬頂他 他賣到難 我覺得不奇怪 起碼二碟先 好吧 這隻馬跑得好 要賣到二碟之餘 最低限度要有遮擋 一定要有Cover跑 那這場 你留意一下 十檔是什麼馬 雲行正起實對 十方 是不是 十一檔那隻 是寧麗 寧麗 今場會怎麼跑呢 不會中間半天吊 要不就在前面 要不就在後面 要不就在後面 你中間半天吊 就算中間半天吊 他都在黃帝一鳴外面 大家都差不多跑法 變相 我覺得今場 最理想的形勢 亦都有可能發生的 就是雲行正起十檔 十一檔寧麗 跟他賣 黃帝英明 在他們裏面 有遮擋 前面兩隻 再賣到 他便有遮擋 我覺得今場 黃帝英明的形勢 未必是 好像檔位那樣 壞 而他有七倍 這次 所以 我喜歡一隻馬 再結合 其實 你看回 剛才 都提漏了 就是 零麗 上一局的水準 是高的 不過他都要有遮擋 跑 如果今場真的 放在前面 而看空了 那就不會那麼好 所以我較為喜歡 黃帝英明 就是在於 他有遮擋 的機會大 還有這個九檔 沒有預期那麼差 所以我今場 我想搏一搏 他可以打打 跑得好 今場對手 其實就是 一 十 還有 正行星 然後再數 美麗攻略 都是這一堆 變相黃帝英明 既然上一局 做的段速時間 是不錯 而今場 九檔未必是想像中那麼差 這四歲馬 都是剛剛起的 那我就搏一搏 所以今場我又喜歡這隻 第五場 七的 黃帝英明 偉達其實明天都有手馬 看看能否跑得好 其他馬 美麗攻略上鋪 其實略為失望 是在於 前面那隻雅典 沒事跑第二 是蝕了快捕捉 他竟然過不了他 或者迫禁不了他 略大一點 這個是失望的 即是馬都不是很厲害 要跑形勢的馬 那今場 我覺得 賣到四倍 要再想想 我覺得上場 其實賽事水準 沒有寧麗 或者皇帝英明那麼高 純粹是他的當位好一點 但是上場 追不過那隻雅典武士 是略大失望的 還有一隻新馬 都可以看一齊 那隻進行星 因為很多人 都有 即是 貼到的 他試了六貨集 在香港 外地六貨集 加上十二貨集 試了十二貨集 來跑 其實兩位粗年 他是做到足來跑 斯澤 對手不強 對手不強 這是他的缺點 但是 神粗隻馬 乖 還有斯澤騎得有反應 我想這隻馬 是一隻 挺好潛質的馬 在四班應該夠跑 純粹是這次 你一出 你對著 其實都是四班的頭馬 那我覺得 這一點 是有打少少折扣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 正行星 其實你也要想著 我覺得 他的試襲 水準不高 但是他自己本身 試出來的走勢 是可疑 還有神粗是乖 還要做夠十二貨集 看看是不是 即是外地六個 本地六個 看看可不可以跑得好一點 就是這樣 這次 大致上 我集中 我想分享 7號的皇帝英明 好 這段影片 先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至於 明天 我想 不是 今晚 我會拍一條神粗報料 在9點半出 到時候 跟大家看看缺貨碼 還有 有些什麼碼 操練不同了 到時候再跟大家說 好 我們一會再見